好不容易终于下雨了 下雨了 对啊 你以为呢 一点点 一点点 有点点小 但是它也是下雨了 看来它的玻璃上就这么一点点 今天我觉得气候是不太正常的 昨天还 好冷 感觉好热 去拜山的时候 但是一到了下午之后 气温一下就下来了 差不多要穿两三件衣服才能刚住 你们那边不是缺水吗 正好下一个了 你们这边也缺吗 我们不缺 不缺吗 溜溜溜 我们那边是整个水库都已经干掉了 现在的话只有晚上要洗澡的话 供水是供应很足的 虽然说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白天如果要洗澡的话就洗不了了 我们那边基本上 家家户户都有蓄水池 蓄个两粒方的水 晚上再接水就可以继续用了 应该不是每家每户都有 就是说缺水的情况 人家会去买个大桶来去除水 一样得说便携蓄水池 像我爸爸那里就是有两个大桶 正常来说两个大桶的话 够用个三五天是没问题的 就每天的生活用水够就行了 对啊 本来我们今天去的地方 当地人其实也是不太愿意提及 也是心里面有点毛毛的感觉 再加上这种天气呢 我觉得如果航拍的话 肯定拍出来景色不怎么样的 对吧 我觉得还是挑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过来拍航拍可能还要好一点 就我第一感官上面 我觉得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 就是不像是有那种什么中间数软的地方 毕竟它离你家里面也很近了 超近的 超近的也不过是十公里左右的样子 如果要出问题的话 我觉得你们那边一样会出问题 对吧 嗯 毕竟只有这么短的距离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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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我们出门最近老是坏东西是啥回事啊 对吧 要么就坏这个 要么坏那个 我的无人机 那个电池的充电好像也是坏掉了 我每次都充满才出门 充到100%之后 打开只显示还有58的电量 现在又下雨了 又刚刚我是下雨的情况下把无人机飞出去的 我想开始裁暖把它吹干一点 其实我是有那个吹风筒的 但是我觉得自己也冷 对啊 那先用一下嘛 我自己也冷啊 我也想吹一下 它那两种的风量不一样 那吹风筒的比较集中 它很容易把雨水吹到电子元件 这种都比较分散 它是整个一起吹的 像它自然风干一样 比较安全一点 我感觉我的无人机 应该还能扛个一年吧 扛个一年它就直了 现在准备进入村口 这里呢就是广东省韶关县 韶关市温元县 温城镇的上坝村 就上个世纪 80年代到14年 短短的30年之中呢 有200多个人是查出来 因为癌症死亡 要知道这整个村子的话 也就不到2000个常住人口 它就有十分之一的人 死在了癌症上面 而且对于80年代到 到一几年 14年呢 是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都有这么多人被查出来 是癌症 可想而知 其实癌症的人 他可能会超过10%这个比例 我已经觉得很夸张了 前面就是他们整个村的村口 你看 这条河大概在七八年前 整条河都是黄色的 因为上游的话 就是我们当地很出名的一个矿场 上游在洗矿 然后污水呢 就全部流到了这边的河流 还有地下河 导致污染非常的严重 当地居民喝的那些水的话 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 喝了之后呢 人就会有重心组中毒的反应 但是它跟那些食物中毒是不一样的 食物中毒的话 你马上就会有激烈反应 像重金属的话 它是让你身体慢慢的变化 最终的病变 然后就癌症患者越来越多 如果大家来过106国道的话 前几年啊 我是1415年经常去经过那边 包括之前我踩单车嘛 就会经过106国道 那里有一个很出名的大陡坡修好的路 旁边右手边呢 只要遇到了下雨天 或者说发大水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黄色的那种泥沙一样的冲下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如果是做国道的搬车的话 我们从翁原 翁城上韶关的这条路的话 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得到 呃大型的挖掘机啊 就在旁边那些挖什么东西 然后整条河的流域全部都是黄色的 那那边呢就是很出名的大宝山 大宝山矿区 有几十年的呃采矿历史啊 当然现在的话已经是停工了 因为就这我们这几年所看到的 是目前我们出生的目前以来 卡环保卡的最严的一年 无论是你说采矿也好 或者说搞一些养殖业也好 都是出于人人的身体健康的考虑 以前在山区那边呢 也很多养猪啊养牛啊 比较大型的一些厂子 但是也是造成了很多不可挽回的 灾难性的一个结果啊 那就是呃因为小厂吧 呃相对来说比较大 但是他的怎么说呢 他的规模大 但是他的环保各方面级别 他达不到那个要求 他的排屋各方面呢呃 住的屎尿啊 很容易就排到外面去 然后深入地下水 导致当地人的身体健康也是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而且那种恶臭呢 也是直接就影响到了当地人 像这种民生工程呃 呃这两年呢确实卡得很很死了 然后应该来说 我们还没有去真正去当地人那里看一下他们现在水是怎么样啊 嗯 14年的时候是央视那边直接过来这边采访的 我看了他们抽检的那个样本 从井里面咬出来的水直接就是一瓶黄色的 当地人喝的就是那种水 所以呃 当时也也做出了很多数据跟报告 就是 就采采矿的这二三十年当中 癌症的病发率比其他地区要高了非常的多 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为什么只是差了十公里 力气那边跟这边的差距这么大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应该跟水源是有直接影响的吧 嗯 你们那边 一个地方的水 你们那边稍微来说应该要好一点 因为接的都是旁边那些大山里面的山水嘛 对 山泉水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保障的 但是这里的话 地下水也污染掉了 然后河里的水也污染掉了 种出来的蔬菜甚至都是重型薯超标的 还有各式各样的民生工程 啊我小区我家里面有这个冰棒球台就好了 我就可以在家里面打了 不用到处去找冰棒球台 还会房车上背个冰棒球桌 你想了没 你想了没 如果有就好了 应该还不多人打哦 多人打的情况下什么网都会烂掉的 那是铁网 现在没有那么粗 铁网都会烂 可以 外面有的水应该 把它冻开呢 撒县 现在还可以帮我把这个水都拿出去了 是啰啰啰啰了 是啰啰啰啰啰啰啰 还没哪些呢 没 还除了哈 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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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给的 少许子 钓钳 木维心啊 大学生会上能否受人 还是 尤其是好特别 谢谢啊 那这边的水没加多了 我们三个一样的水 太多水 太多水 三个加个也算了 哎 太大的 太多了 那太高了一千年水 太高了要四年 三个一大个水帮忙啊这 一千万一一个干嘛 一千万 问题还没 朝鲜啊 那就是 前的水的 是开水的 我带着水不得了 水不得了 就搞得了 还得 饭了 饭了 最后一块起床 还得 这么水不得 还得很忘了 水不得 知道 还没四康的水上了 四年多多 一千万一用的 哦 还好多哈 那可能还忘了 忘了 给大家看一下 一千多水呢 跟央视那边拍出来的 就是差不多这个颜色的 因为他们以前 跟那个婆婆说的一样 以前喝的呢 就是吸水 吸水它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物质吧 所以就看起来跟那黄泥水一样 其实它老人呢也不是说很清楚 它里面有什么对人体有危害的物质 反正就是一句啊 就是跟黄泥水一样 但是现在的呢 我已经打到了 像这一瓶 我的车在这边 我知道我知道 像这一瓶 它这瓶的话就是感觉跟自来水机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是自来水啊 它是说跟普通的矿泉水 跟矿泉水 没有区别 对对对 要回去对比一下到底有没有区别 还有呢 试一下它味道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的 直接深喝自来水啊 怕什么 哇 人家都敢喝 我不敢喝 你开什么玩笑 谁敢喝 人家也是要煮开的呀 这个老奶奶呢 刚刚已经说了 以前可能不行 但现在的话 喝的已经是山里面接过来的水了 所以没问题的啦 因为山里面的水我也没少喝啊 因为不见我死 对吧 哈哈哈 哎呀 像以前这条河我都有印象 因为经常要跑到韶关那边嘛 都能看得到 就是黄的 以前的水都是吸水 嗯 这两瓶呢 一瓶是矿泉水 一瓶是我们从矮胜村取的水 这仅称矮胜村嘛 因为它是整个广东来说 十大高发矮胜的地区之一 大家肉眼看上能不能看出是哪一瓶 你的衣服 下雨了 哈哈哈哈 上去上去太冷了 太冷了 你先上车 太冷了 感觉现在已经有点不宜出门的感觉了 这瓶呢就是 带过来的水 这瓶呢就是没有开封的矿泉水 开了 两瓶就颜色上面看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看不出来 反正就我 现在用的都不是吸水了嘛 所以就没事 而且现在外面的小溪也不黄了 也不黄了 我感觉还好吧 但是毕竟重金属东西 它是可以积攒在里面的 它不是说一下就能消失掉的 你知道吗 我先试一下正常一点水 熟悉的味道 两者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是普通的自来水吧 不是自来水 这个跟自来水还是有区别 自来水的话 它会有一种比较声呛的味道 就是那种是 对对 叫什么 叫什么了 漂白粉 漂白粉的那个味道 会有一点点的 但这个它没有 这个太熟悉了 一喝起来就是 矿泉水的味道 但实际上对于水这方面还是 要有一点考究的 因为我以前我是喝过那种很恶劣的水 很喝水 很喝水 我在喝那杯洗澡的时候偶尔喝到一两口嘛 我当时喝起来是完全感觉不到 你还尝了一下味道 尝了一下 无所谓 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异样 感觉没什么事情一样 因为当地人也喝 我看他们都没事情 我也喝 你没事吗 你不是回去一直拉吗 当时没事 但是我拉肚子拉了半个月的时间 就是因为那条河的水呢也是重金属 严重超标 还有大肠杆菌严重超标 说白了 你喝那个水就是喝的死水 或者喝的湿水 就是比较恐怖 哎呀 其实我还真的尝不出来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不要 试一下 真的 真的 你还分得说哪瓶是刚开的吗 这个是刚开的 因为我就喝了一点点 我还是把它弄掉吧 不然在车上不小心喝了就 担心对身体也有一点影响 应该没事 他们现在本地人也还是在用这个水 因为现在也不是喝吸水了吗 之前是那条河里面 就抽上来有问题 对 我估计以前是过滤都没怎么过滤 如果过滤好一点的话 他至少不会说整瓶看起来就是黄黄的 跟这一瓶水一样 他说了嘛 那个老奶奶说了 以前的水就是很黄的 我说实话的 我自己也是当地人 我不可能跑去跟人家老奶奶说 我们都是一个地方人 不可能跟人家说 哇你们这边的水喝了是不是经常死人 那人家真的是叫一个村的人来打死你的 你开玩笑 对吧 只能委婉一点 说这边水以前是不是很黄很污染 比较严重 因为这个大家整个整个县城的人 都是有所耳闻的 而且当时出过大事 中央直接派人下来调查这边的水 就是上过央视新闻 而且在新闻端 大家去搜查善罢村的同时也可以搜查到相关的一些资料 就短短的几十年 两千多人口 两千左右人口 就有十分之一是因为癌症挂掉 就是不说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但是说实话他们报道的包括配的图片呢 拍的一些视频呢 我觉得有点让人有点毛骨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们自己过来的话也就这么回事 就很平常的一个小村落 对对对很稀疏平常的一个村落 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吧 现在也没有那么多这种患癌的比较高发的了 这个你还不清楚 这个还真的说不定 反正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了解到信息就这样了 但是到如果要去矿区的话 我们现在下雨了 也不太方便去 因为我们这边下雨的话 很多黄泥地段 越野车都上去都难 我们这种车就更加上不去了 好了 先这样吧 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 拜拜 拜拜